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的展覽 我們這次新的展覽叫做《銀牙暴落侵略者》 我們是裏面的三位藝術者 我其中一位,我其中一位是Liv 我其中一位是Kat 我其中一位是小櫻 我們這次的展覽裏面是一個參與式的作品 我們分了兩部份,包括是線上網頁遊戲 第二部份是實體的裝置 我們實體裏面除了有電子裝置之外 亦會有製作紀錄 我們線上遊戲希望邀請觀眾以病菌角度 去代入疫症的角色 我們邀請他們參加全應病訓練班 他們在遊戲中會學習如何分辨細菌、病菌、變元體等等 然後去理解病毒在全面的角色是怎樣的 而網頁遊戲會直接影響到現場裝置 他們互相的關係 學員所得到的分數會影響到現場裝置的狀態 而它的狀態主要分為四個部份 當你的分數去到負分的狀態的時候 其實是會影響到一個很微薄的關係 他們裝置之間是微薄的呼吸的 而當你的分數去到更高的時候 它就會令到它有更活躍的效果 我們研習傳染病的相關演習的時候 找了植物、動物和微生物的相關表徵 將它們結合和重新想像 創造了新的生物 我們將這個藍本放在我們裝置重要的一部份 在我們創作的過程中 利用了倒霧的技術去模仿生物自我複製的過程 我們其實在過往傳染病的經驗裡面 其實我們都會覺得呼吸是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除了是生了一些難而云生的一些本能之外 其實更加是完結了我們個體的生理結構 和一個環境裡面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就用了呼吸這個媒介 放在我們的電子裝置裡面 去用這個一敷一級的起伏 去回應我們由網上不同的學員 他們各自付出的努力 而見到集體的成果 然後我們就可以講一下 有關我們的製作上面 我們背後的一些資料搜集和營集 我們在這個資料搜集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都很集中在一個人速共存 傳染病的一個議題上面 我們在研究過程裡面 其實都會很想找一些病毒 一些傳染病去連系我們人類 和其他物種之間的關係 包括我們現在面對的傳染病 新冠肺炎或者過往 其實很多傳染病都連系著其他的動物 植物和我們人類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作品裡面 其實你都會看到一些特徵 其實我們是在資料搜集過程裡面 找一些相關傳染病的主題之下 會看到的一些動物和人類的結構 和病品的一些表徵 我們去拿了他們一些相近之處 去放在我們的想像藍圖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個製作的紀錄裡面 其實會看到一些迷你的小雕塑 其實是我們電子裝置裡面的一些藍本 我們很希望作為一個引子 去鼓勵大家去思索多一些 我們和一些其他物種的相近性 和我們之間其實有一些很微妙 很親近的一些關係 因為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很容易帶入了 是由人類為中心的一個自然環境裡面 但其實在一個完整的生態圈裡面 除了人類之外 也有其他多元的物種 我們很希望可以透過這些相近性 令大家去思考我們之間的關係 所以我們在這個傳染病的一個研習過程裡面 我們其實也會去學習得到 在過往傳染病的歷史裡面 有一些的病菌例子 是出現過也都纏繞過人類歷史很長的時間 造成很大量的一些人病傷亡 但是也都會因為我們醫療上的一些進步的時候 是可以令到它有平衡 也有一個克制的時候 但是其實某些的例子 也是會因為它演變重體的失聯式 再令到我們受到朋友 所以在這個周而復始的一個心態的過程裡面 我們都很想藉著這個展覽的機會 可以和大家一起去思考 我們人類和這個傳染病之間 如何去找得到一個共同的生存空間 和我們之間是有機會 找得到一個平衡的關係 在這裏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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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機會 感谢观看